好 這支影片是我看到一個日本的Youtuber 他的頻道是GXXFOX 這支影片的連結會放在影片的下面的資訊欄 我想講的是 共享的車子 共享不管是汽車、機車、自行車 這支影片 他有給你一個呈現 他給你看到日本 的共享車輛 是放在同一個位置 一定的行為 會放在一定的位置 就跟日本人 對於抽菸吸菸者 他們有集中一個區域 給他們抽菸 共享機車 共享自行車 共享電動機車 共享電動自行車 他們都應該要有一個 專屬於他們的位置 像是U-bike 這樣子 台灣政府常常學半套 學東西都學半套 你 特別是台北市 你放了大量的電動共享機車 在市面上 結果你卻一昧的話 想要停車格 然後讓這些共享電動機車 去跟一般的機車 使用者去增這個車位 電動自行車也是 甚至是在 電動自行車 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法律規範 他的牌 他的牌照 他有些人沒戴安全帽 卻無法檢舉 到了車禍 甚至是有可能 找不到人陪 或是說 對方雙手一攤 背不去啊 不管你想怎樣 這些東西 居然都已經 搶先上路了 甚至是 剛剛講的 跟一般的機車騎士 搶車位 我覺得 不是很妥 很多的政策 都半套而已 都做半套 一定的行為 放在一定的位置 你要有共享機車 你要有共享電動自行車 ok fine 給他們一個獨立的位置 讓他們可以停放 這樣不是會更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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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